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之前我说过厉害国的政治体制 它是一个官僚垄断极权资本主义 这几个字太长了吧,不好记吧 官僚垄断极权资本主义 那我现在来一个简化版 大家一次性就能记住 现在厉害国的政治体制就是四个字 分赃政治,分赃政治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分赃政治啊 以前我曾经跟一个红三代聊过 他人在澳洲 他每天的生活就是各种花钱享受生活 今天带着这个妹子坐私人飞机 明天又换个妹子去吃美食 他说除了享受生活 我真的是找不到别的人生意义了 那我就问他了 那你的经济来源是哪里呢 那他说了江山是俺爷爷那辈人打下来的 拿命打下来的 所以说我现在我开着法拉利住着豪宅 这是我应得的 你不用羡慕 你想要啊 你想要你拿命来换啊 这是他说的话 你说这个红三代他的价值观里面啊 这个国家啊 他就是一个大蛋糕 他爷爷那辈子啊 从蒋介石手里夺下了这个蛋糕 于是呀 只有这些人就可以去吃蛋糕 大家就分蛋糕 这么一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分赃的过程 所以说我说这个厉害国的政治体制 它是一个分赃政治 说的再具体点吧 说的再具体点 我曾经听到过别人的爆料 说很多年前啊 某高官家里面 一个十岁的小孩 他曾经跟他的同学吹牛逼 他说我姑父啊 将来那可是要进常委的 这个常委啊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概念 是什么分量啊 这还会口中的姑父啊 当时是什么官呢 他只是某个地级市的一个领导 结果十年后 他姑父真的进了常委 常委什么概念啊 分量很重吧 你想一想 这是真事啊 具体细节到底是谁 那咱就不在节目里说了 在厉害国这个高层的内部啊 他们对于什么人将来能够做多大官 掌握哪些国家部门 垄断哪些行业 这都是提前商量好的 那好比说我很有钱 那我跟我的孩子说 等你长大了 我给你买个法拉利啊 你只需要在满十八岁以后呢 把这个开车练书 把驾照拿到手就行了 那在我很有钱的情况下 那给孩子买豪车 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啊 他现在小没法开啊 长大再开啊 对吧 所以说在这个分丧政治之下吧 权力啊都是那些家族掌握的 谁家的老爷子退休以后 在指定谁家的二代 三代进常委 那也都是提前商量好的 这都是基本上没悬念的 那在这么一种大环境之下呀 那老百姓就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参与政治 去参与国家的建设 这厉害国他不像美国呀 人人都可以组建党派参与总统大选 不管结果如何 美国呢他给你一个竞选的机会 他给你一个参选的机会 那分赃政治不一样了 这种政治体制下 它是一种泯灭人性的政治 有才华有理想的人最终只能够沦为这个国家机器的罗浮丁和顺华油 根本改变不了国家的意志 陈济南说了 有理想的人 读书人都进朝廷为朝廷效力了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但是总是有良心发现的人 比方说在这个澳洲啊 申请政治庇护的王立强 他就属于良心发现的这一类人 是啊 那我来澳洲学本事 我本来是想创造更多的社会价值 我学画画 我是想留住人间的美 但是你老公老让我干了一些龌龊的事 老是让我搞阴谋诡计的事情 老是让我去挖坑死半子 背后捅刀子 是吧 去什么渗透台湾的什么大选 是吧 我这一颗艺术家的心脏 承受不了这种长期的良心谴责呀 所以王立强他就弃暗投明 申请政治庇护 反悔了 摊牌了 不玩了 顺便把自己知道的多少料啊 都作为正对逼货的筹码给抵押上去 其实这王立强吧 他呢 只是一个小人物啊 这个小人物不是贬低的意思啊 我也经常嘲笑自己啊 我也是小人物 我这里指他小人物吧 只是他的级别比较低而已 他上头啊 不知道有多少人对他是咬牙切成的 那可不是啊 是吧 他把这个台湾渗透这个2020选举的这个事情啊 给抖了出来 这不是等于是搅黄了韩国瑜的总统大梦啊 也是打乱了老共在台湾的2020的这种战略部署啊 所以说老共恨呢 所以对于王立强的叛变啊 老共第一时间就把王立强的这个之前的犯罪记录 打个引号啊 犯罪记录拿出来了 这些犯罪记录啊 可都是真的 是真的 是有那个公家盖章的具有法律效应的真材料 从我的角度去看啊 这是真的假材料 真的假材料 说到真上是因为这是在中国具有法律定性的材料 说到假是因为这些罪名啊 王立强他就没犯过 这些真的假材料很有可能就是在王立强开始做间谍的那一天 老早就准备好了 这是有依据的 老共他可不傻 因为他们也是吸取了非常多的经验 哪些经验咱们来简单的说一说 那刘连坤 大家要知道吧 老共军队里的总后勤部 军械部长 那够牛逼吧 他挂两个少将军衔 解放军的军衔 台湾的军衔 两个少将军衔 他都挂 1996年老共要搞什么所谓的对台军事演习 不排除武力攻打台湾的可能 那是刘连坤把这个信息啊 给透露到了台湾 然后台湾向美国求助 最终求来了两艘航母 然后才搅黄了老共的这次演习 所谓真真假假假假假真真的演习 被搅黄了 这就是刘连坤的叛逃 还有其他的各种叛逃呀 我记得有一个老共他住美洲某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吧 他也是公务出差到了美国的时候呢就判变了 到了美国就正在庇护了 不玩了 我举的这个刘连坤的例子跟这个领事馆人员判变的例子呀 这都是一些陈年烂骨子的事儿啊 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儿 这说明那些良心发现的人然后弃暗逃明的人那可不止王立强一个啊 几十年前就有人不断的去判离老共了所以呀老共他为了给自己留一手所有编制内的这种室外工作人员嘛 特别是有一定级别的是吧 基本上都给你安排好了各种黑料了什么强奸啊 抢劫了诈骗了 甚至说这种飞镖定制啊 这种录像认罪这种视频啊 他都给你做好了 都给你配合音了 这都有 还有啊 很多那些涉外企业的高管都提前给他捏倒好了罪名 就怕你有朝一日啊 你出卖老公的秘密 有些工作多年的那些高管啊 就是对外涉外工作的 辞责的时候 才意外的发现自己的档案里竟然有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这样只要是出现间谍叛变 马上呢就发声明 这个人跟我没关系啊 我可以证明他是个诈骗犯 他是个强奸犯 懂不懂呀 这不开玩笑 这种事情绝对是真的 这种给别人捏到假的罪名这种事情绝对是真的 你看似 太诡异了吧 跟看电影一样 实际上 这现实世界啊远比电影精彩 昨天说历史比电影精彩 今天我在说这个现实世界也比电影精彩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王立强事件吧 之所以闹这么大 两个原因 伊兰呢现在是正处在中美贸易战 以及香港反送中的关键时刻 王立强的叛变呀 等于说是对香港 对台湾 对美国 以及对川普 对蔡英文的神助攻 这个时机非常好 王立强一叛变明年 你看川普跟蔡英文连任妥妥的 刚才是第一 第二呢 现在呀是一个网络时代 王立强虽然说他的级别 跟那个上述的刘连坤 那是一个上天如地的差别 但是现在的这种信息传播速度 可比那九十年代是快了千倍万倍了 所以这种王立强这个事件呀 这一爆发一夜之间在东西两个世界呢 同时都炸锅了 嗯 话都说到这儿了 如果还有人认为王立强是骗子 那这个人的思考能力 我要打一个问号了 咱们看看历史啊 在国共内战的时候 那国民党的军队啊 他都是往往是成编制的投诚 成编制的反水 那这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那风水轮流转 今年到我家 当所有人都看到这个共产主义事业 在中国彻底失败 并且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时候 那么将会有更多的人 像王立强一样去反水 选择弃暗投明 或者找一个适当的时机 往美国的领事馆里一躲 以后呢就隐姓埋名了 你这种级别的叛变 肯定要给你一个新的身份 然后找一个别人找不着的地方 去隐居算了 最后再说说 我今天生活中遇到的一个小花絮吧 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 虽然说他比我年轻了好几岁 但是价值观层面呢 我们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他今天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换号码了 说以后不用微信聊天了 只用国外的软件 他说老公这几年快完蛋了 这几年肯定会疯狂的去监视所有人的手机 会监视所有人的这种 是个媒体软件 国产的软件啊 能卸多少就卸多少 能不用就不用 那你看 现在就连年轻人都意识到老公都蹦跋不了几年了 咱们这离天亮还会远吗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选择气象投明了 已经认清楚这是一个分丧政治 这种分丧政治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希望 不能够给人民带来幸福 这种分丧政治之下的共产主义 他只会给人民带来灾难 所以说才会有像王立强这样的人去反水去叛变 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会有人 只会越来越多 也是这种成编制 现在只是个体的 可能以后不知道会不会哪天 也会出现成编制的叛变 我觉得快了 不远了 像满清时期 像昨天不是聊满清吗 满清灭亡时候 那很多那些不管是什么政府 不管是满清各级部门 那也是成编制的去叛变反水 或者说是拥抱新的联合政府 这个快了 咱们就拭目以待 好吧 Avatar 酱 2 3 6 5